史上最大的烂尾工程,2000年还没完工,却被老外称呼为世界奇迹,阿旁工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雾,阿旁处。 曾经富压300余里的阿旁工在政变时被人遂损毁,不少华丽的建筑陈设都随着一场大火而化为焦土。 而无数工匠的艰辛劳作也尽数富逐东流了,为时令人惋惜。 不过话说回来,阿旁工也算得上是全球最大最牛的烂尾楼工程了,毕竟从奇史皇统一六国到如今,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时光,他都一直被荒废在那里,从来没有真正建成过。 到了现代,这座没有修建好的宫市才被人们重视起来,1961年还被国家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更是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最大的宫殿遗址基地,评选为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宫。 秦始皇35年,公元前212年,秦朝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实力日益突出,秦始皇趁势崛起,完成了统一中国的霸业。 为了显示自己的万事工业,给周边国家以震慑力,秦始皇便有了想要更换国家的政治中心,建立阿旁宫的想法。 于是,为了实现自己宣告天下唯我独尊的想法,秦始皇便在全国大力征收青壮年劳动力,建造阿旁宫,使得众多人背井离乡,众多家庭骨肉分离,夫妻远隔天涯,苦不堪言。 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载,此殿东西五百丈,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阿旁宫汇聚了当时全国各地宫殿建筑的优点,规模空前,气势宏伟。 其离宫别馆,弥山跨谷,秦道乡主,畏为大官。 汉书,甲山传中记载起承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中古为账,不移而聚。 又为阿旁致殿,定高数十任,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旗,四马物池,惊其不老,为宫氏之力至于此。 那么,这座宫殿为何取名阿旁? 必带记载说法不一。 查考发现,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阿旁一名是由于公职靠近承阳而得名的。 实际,秦始皇本纪正义,隐阔帝智云,其阿旁宫一日阿城,在雍州长安县西北一十四里。 暗宫在上林院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旁城东南面也。 所以,严师谷说阿,晋也,以其去咸阳晋,且号阿旁。 第二种观点,则是从阿旁宫的建筑风格加以分析,认为阿旁一名是根据四阿旁广的形状来命名的。 阿,在古一中有屈处、屈隔、停之曲的解释。 杜牧的阿旁宫腹中说,此宫五步一楼,十步一格,狼腰满回,严牙高拙,正体现了阿旁宫阿的特点。 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引中解释此宫名时说,此从其行命宫也,严其宫似阿旁广也。 第三种观点认为,阿旁一名,是由于宫殿建筑在大陵上而取名。 这一观点出自汉书《甲山传》,传中注视为阿者、大陵也,取名阿旁。 其言是,高若于阿上为防。 意思是,阿旁宫因宫殿建筑在大陵上而取名。 考古发掘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 古阿旁宫的遗址所在地是西安市郊约15千米的阿旁村一带。 发掘的遗址表明,当年的阿旁宫坐落在地势高峻的丘陵上, 至今这里还有宫殿的高大地基。 另外,在阿旁村南附近,有一个宫殿遗留的大土台基, 周长31米,高约20米。 据考证,在村西南还有一个是阿旁宫前殿遗址的高大夯土台基, 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长500至600米,最高处8米左右。 阿旁宫就是建在这些高大的台基之上。 上面的三种观点都言之凿凿,很难判定孰是孰非。 众所周知,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 要想修建这种工程浩大的宫殿, 都是一件非常劳民伤财的事情, 更何况,古代还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建造技术, 许多普通劳动者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才能适应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和恶劣的环境。 因此,忍受不了巨大工作强度而死去的劳动者简直不计其数。 就算人们能够凭借意志力坚持下来, 往往也会因为长时间的劳作而落下顽疾, 造成不可逆转的身体伤害。 令人没想到的是, 秦始皇声势浩大的修建阿旁公, 想要以此来招式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时, 却在刚下令修建阿旁公的第二年, 就去突然去世了。 无奈之下, 这项规模空前的项目也指得暂时停止。 后来秦二世执掌大权, 又想命人继续修建阿旁公, 然而当时秦朝的国力早已大不如前了, 国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战事十分危急, 若是继续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去修建阿旁公, 恐怕会惹得天下大乱。 于是, 当时的右丞相冯去吉, 左丞相李斯和将军冯杰都极力地劝阻秦二世, 希望能够停止阿旁公的修建。 然而秦二世并不是一个善于倾听劝谏的君主, 李斯等人的劝阻反而将其给激怒了, 盛怒之下他便把三人都送到了交司法官署问罪处死。 好在没过多久贤二世就在赵高的挟持下无奈自杀, 阿旁公也因此再次得以完全停工, 直到秦朝彻底覆灭。 需要指出的是, 阿旁公虽然并没有完全建成, 但已经完工的部分附属建筑阿成, 仍然在历史上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根据相关的历史典籍我们可以知道, 阿成在北、西、东三面都有围墙, 而唯独南面没有修建围墙。 这样的布局也是有原因的, 先筑起三面围墙是阿旁的前一道工序, 也更加有利于对施工现场的管理。 而南面无墙, 则主要是因为需要留出一个方便施工人员出入 和施工材料运输的通道。 所以,阿旁前殿需要在最后再住南墙闭合, 可惜秦末时局混乱,秦朝的统治形势也相当危急, 所以厄旁宫工程只能放弃, 因此一直也没能建起南墙。 后来阿成因为离长安比较近, 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朝廷屯兵的地方。 杜牧所写的厄旁功夫, 让人们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到当时修建的一些状况, 所以考古学家一度都认为厄旁宫其实是修建好了的。 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厄旁宫的遗址, 厄旁宫这才一步步地走到人们的面前, 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 2002年, 国家派出一批由顶级考古学家所组成的考古工作队, 再次对厄旁宫进行仔细考察。 在经过五年的研究之后, 人们这才终于能够通过考古学家的考察进一步地认识了厄旁宫。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 专家们证实了厄旁宫在2000年前的的确确是没有被建成的。 但是, 不论建成与否, 这座辉红的宫殿都是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应该被好好地保护起来。 于是在1961年, 国家就把厄旁宫列为了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对象, 对其进行了严密的保护。 厄旁宫虽然没有完全建成, 但其建成的部分仍旧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荒废留存了2000年。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 在西汉中期, 厄旁宫仍旧完整, 因为所在地区临近长安, 因此厄旁宫遗址经常成为历代王朝屯兵的地方。 随着历朝历代的发展, 时至今日, 在经历了2000多年后, 如今的厄旁宫又被世人重视了起来。 许多有关厄旁宫的考古工作, 在得到国家的批准后开始有序地展开。 而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 厄旁宫在荒废了2000多年后, 又一次重陷在世人的眼中, 成为我国在世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而在1991年, 有一队国外的研究人员来到了我国的陕西游玩, 在咸阳, 他们参观了举世闻名的厄旁宫。 在进入到宫殿遗址的时候, 这些前来考察的外国人便被厄旁宫的雄伟壮阔所吸引。 那么这些外国人又是什么来头呢? 原来他们是联合国来华参观的大使, 他们参观完厄旁宫遗址, 经过一番郑重的商议后, 决定将厄旁宫称为天下第一宫。 在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定之后, 厄旁宫的遗址的名声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 每年都有许多海内外的游客, 慕名其来参观这座举世闻名的宫殿遗址。 厄旁宫的修筑交出了无数祖辈的生命, 它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 虽然它只修建了一半, 但却远比现代那些修建完整的建筑有参考意义。 它现如今的辉煌也是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 用他们的双手一点一点地堆砌而来的。 而秦始皇修筑厄旁宫的这件事, 一直以来也在惊醒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惊醒他们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背离我们的人民。 这个道理放到今天也依旧适用。